我们也请在座的各位共同来见证 3月6号台中市政府与德国霍夫曼公司 签订高达千亿的合作备忘录 我们求证却发现疑点重重 搜寻Kofman Financial Consulting官网简陋 搜寻公司地址发现 近坐落在偏僻的社区住宅 查询德国联邦州一般登记入口网 搜寻Kofman Financial Consulting查误资料 查询备忘录上的公司登记 240547279还是查误资料 也发现备忘录上的编号只是征职税号 一般人也可申请 Harry Kofman所说的商业登记 只是商业申请书 不能代表为注册公司 查询欧洲专利局发现 Kofman宣称的海水取框技术 曾提出申请 但尚未被认定将遭撤销 询问专家学者是否有海水采矿技术 目前所知也仅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 大概也接触了一个多月 他们要来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就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磋商MOU的内耗 台中市政府的千亿投资案 审核过程竟如此草率 没上次 大家好 这么主要 优优独播剧场合格 我们想看看 我 我